對登革熱蠻有研究 我們今天黃醫師也特別來到現場 您是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的顧問嘛 以前是顧問嘛 來你怎麼看現在這個狀況 到底是行政院要卡 還是高雄市政府真的很懶惰 其實假如沒有注意看他整個的過程 像我們這個優正這樣講 也是不是很清楚 真的嗎 我以為講得很清楚 我再補充一下 你就知道怎麼叫清楚 因為其實他14號 就有正式的提出一個計畫書 是你補助計畫書14號 19號就是我們的這個衛福部答應 口頭答應 所以他有分兩次喊 24號才是第二次喊 就是第二次喊才有 叫你要修改裡面的計畫書 六個關卡 這六個關卡是真的是跑一個行程 叫行政旅遊 就是要經過很長時間 所以一般人不知道 其實就是很明顯的 讓我們擬到那筆錢非常辛苦 那25號其實衛生局速度很快 他已經通知你說我先送去 然後公司也收到 那7月6月25號有跟財政部 跟他這個申請第一筆款項 當然沒有辦法馬上下來 口頭先講 那7月1號也正式給他 財政部這個公案 就是這個韓文給他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收到 我想美亞議員在這邊應該知道 其實整個來講其實應該是 不應該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所用的經費 包括衛生局跟我們的環保局的經費 其實已經用到所謂的保留款 就是我們那些已經超過我們的預知了 所以我們感覺上 我感覺是很明顯的 因為我們高雄市民 不是只有我感覺明顯而已 事實上市長在做事情 我曾經把我所看到這三年來 我們倒入淹水情況 跟我們整個環保局在做的 一些工程的這個清物的行程做比較 我們發現這個雨季已經下了三個禮拜了 我們高雄市沒有淹水 絕對沒有一個地方超過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 當年8月28號去年的時候 我還拍照還被這個民視跟三立取用我的相片 那說是淹了六個小時 所以問題不在那個水的量 就是那個一個小時的那個 一百以上的毫米的量 而是在下水道 寒管的雨塞 就水淹水大的退不退的掉 這個東西 他又說我們沒有做 跟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那個并美穩的房子沒有做 是一模一樣 那事實上大家可能不知道 一月份大概十二月底 我們的韓市長就已經請這個環保局的一些官員去探查 韓管破裂的很厲害 我相信大家看電視都看到 這個跟并美穩有關係 所以一月份他就開始啟動 趕快就要防治并美穩的計畫 所以他有一個一百零八年 所謂全方位并美穩防治計畫 大家有機會等一下我們請那個 我們那個新聞局長秀給大家看 他裡面寫得非常清楚 第二條第三條非常清楚 我在這邊跟大家特別提一下 其中第三條他有提到 你是登革熱的患者 在診斷醫療上的這個 這個費用的費用 他已經委託 在辦這個登革熱的健保局 那要給我們這個 NS1的快篩的這個 診斷的這個 費用要給我們 那是第三條提到 第二條裡面提到 就是優先要防範的就是在鳳山前鎮 三米跟林亞 就是這次流行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是一開始就知道 可能這幾個是比較容易 這慣性爆發的 那第四條要提到說 疫情的控制 那要怎麼樣統統籌這個運用 他也希望能動員到整個社區的人員 所以我認為他應該做的都有做的 那至於教育啊 篩選啊 動用這個林里幹事的都做的 所以我很奇怪的 就是我們陳其邁在二十號 就是十九號二十號的時候 他來高雄時就說 並沒有人的地方是在大宗教道 在什麼師弟 師弟沒有 那個賓館也沒有 大宗教也沒有這個名詞 所以他講了四個地方 結果對了一個金師傅 所以你這麼不專業 所以他那麼不了解高雄 所以你這麼不專業 你住三明星 我比你住更久 我的爺爺快住了 我可以說 你根本沒有臨床經驗 這個大爆發 不管是我們登哥的也好 SARS我都親身親厭 這需要長時間的奮鬥 就像佑珍說的 那你不知道 你就用公衛 所謂公衛兩年的碩士的經驗 在論斷我們高雄市的房子 這是不公道 就是胡說八道 不公道 為什麼林立林 林立人 竟然是我們高雄市衛生局局長 他這個局長 在當時SARS的時候 就是高雄縣 他是那時候民進黨執政 佑珍縣的衛生局局長 當時長庚醫院控制不好 一個館全部封起來說死了十一個人 也就是當時的林立林局長 可是並不是我們衛生局的問題 就是高雄縣衛生局的問題 可是媒體都在酸他 說這個不適任不適任 他其實沒有難力 他現在是高雄市的衛生局長 我要告訴你他每天都去啊 你只要看電視 昨天前天都有去 他都在 都在 他沒有難力 我們的副局長叫聯盟橋 那更是專家 這些都是公衛博士 不是公衛壽士而已 人家還有經驗呢 他們沒有分 他們沒有分 是 我想跟你請教 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啦 為什麼要經過這六卡 因為過去好像是不需要 你過去是顧問嘛 所以我剛才講過 為什麼一定要六卡呢 從來沒有發射機會 在今年度發生 也是輸得不甘不願 不乾脆 所以以前都沒有六卡 我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現在才有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 因為全世界的先進國家 尤其是法治國家 都是所謂的責任政治 你如果選輸啊 做不對 還是選不好 你就應該要學會 可能要陳前去修煉 像我們的這個王毅會這樣 他說的我很會聽 這就是我們應該 一部分民進黨的黨員 真的有的企圖 不可以說你選輸啊 現在全台灣的佩協 不同意你來做 高雄市的市長 不同意你來做 台北官的 現在陳北市的市長 但是你現在做比人那麼大呢 你現在在灌他呢 你現在卡他呢 這真的是憲政危機啦 所以我們後面的立委 我覺得要收一下 所以你如果選不到 不能再這樣做 對 因為我們全台灣人很憤慨 對 你這種的東西是 你這種 你這個金幣是在防止 我們全部八成 世面安全 好 世間議員 陶段立東沒有問問題 我知道你心裡一定有很多話想說 我 來 我想我問了也會被剪掉 不會 我們就是不會剪你的 我就以剛剛王檢秋局長 其實說實在話 他大概是我看過 寄韓國瑜之後第二位口才這麼好的 他也是從嘴巴先生出來 那我用王檢秋局長的話 他講他剛剛講到有一句重點 他說中央要求就是說 要把這一筆補助說 要列入預算 注意這個是我們國家法令很重要的一個要求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列入預算以後才可以交由 由審計單位繼續來審查這一筆 做審計的歸檔 還有也才可以讓議會來監督這一筆費用 所以這個是非常清楚 我們全國二十二縣市要得到行政院中央的補助 也是同樣這個標準啊 這個銅頭款的撥入本來就是要列入預算 二十二縣市接燃 過去藍色中央執政的時候 撥給地方高雄綠色執政的時候 也是採這樣的方式啊 所以當時的高雄市政府團隊 在陳菊或謝長廷領軍之下的團隊 所有接受中央的補助 也是循這樣列入預算 所以也是要種種文書的往來 這是必要的 那這也是剛剛王局長他自己說的 他說明了這一點 這是我們的法令 那全國皆然 所以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抗爭 第二點 所謂的新南向他們國家的防疫 我們國家幫他們十六億 我覺得這件事一馬歸一馬嘛 那是一種人道的關懷 而且南向的國家跟我們台灣一向也友好 很多經貿文化 包括他們的外配外勞來我們台灣等等 所以我們是有長期的友好關係 那麼一馬歸一馬 那麼多的國家 那我們的外交的向下的這樣子十六億元的支柱 那麼多國家 這沒有什麼不對的 那高雄歸高雄 那麼中央防疫中心的成立 那個有一定的這個標準 比方說疫情來到什麼樣的狀況 感染數是多少 那有一定的一個標準 照階段來做 而且我們的這個防疫法裡面 已經有規定的非常清楚 這個中央是負責政策的制定監督 那地方政府是實際下去推動跟執行 所以中央在到現在為止 除了政策的監督那麼的制定以外 現在中央來補助高雄防疫的部分 光五月底到六月 就是光疾管署就五百六十一人次 還有我們中央的國家傳染病研究安慰中心 他也有三百零五個人力駐打在高雄 針對病媒文的防治 國家的那個公共衛生研究院 也有三百零五位人力在高雄幫忙 所以並不是說中央就棄地方棄高雄於不顧 不過我倒是覺得這樣 韓國瑜在這兩個禮拜來 用這個高雄防疫登革日這個議題 當作跟中央對抗的題材 我覺得對韓國瑜的初選是正面的 你看到現在為止今天最新出現的民調 韓國瑜在那麼多利空 尤其是卡韓三合一連線 這個藍營自己內部對韓國瑜的攻擊污蔑 這樣的情況下韓國瑜還是一路勝出耶 所以可見韓國瑜把防疫把登革日這件事情 拿來跟中央抗衡對韓國瑜的初選是正面是有利的 但是我最後套用王潛秋剛那句話 那一句可以成為名言 就是說政治操作疫情是不道德的 所以萬萬千萬不要 我認為韓國瑜這件事情是可而止 那當然你現在在初選 那麼你要跟中央對抗 這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因為這個三合一連線人家有財神 背後那麼龐大的資源 那當然你資源匱乏下 你用這個來做政治的炒作對抗 那當然這個我們 那個我們可以理解你這樣子的心情 但是是可而止 要不然就像王潛秋講的這句話 任何人用政治操作疫情 這是很不道德的 很不道德 蘇貞昌聽到沒 這是很不道德的 我們世界議員 我是講給韓國瑜聽的 蘇貞昌不要這樣 不道德嘛 來來補充一下 事件就像這個四可而止 四個字要送給蘇貞昌 我絕對可以理解 對不對 我說送給蘇貞昌 因為這整個事情 其實我們都知道 源起於這個韓市長 去參加行政院院會那一天 到底是誰在院會後 播那樣的影片 剪輯那樣的影片 來攻擊韓市長 對不對 那你說你預算過了什麼 納入預算 我說事件委員 你當院你也很清楚 我們都很清楚 納入預算大家都沒有意見 可是一個院長級的高度 不需要昨天出來講話說 我都已經同意撥給你了 你自己不來領的 這實在超酸的 怎麼會酸成這種地步 那難道院長你不知道說 這要些程序嗎 而且中間還經過了六日 然後公文的往返 我覺得院長的高度 你要告訴大家 行政院已經照準 核定這個預算了 我們也行文給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 現在正在辦理勤款的程序 這個程序或許需要若干天 可能因此會延誤到 我們高雄市政府在防疫工作上面的準備 但是這種的延誤沒有關係 市政府照程序來 如果真的需要中央在什麼協助的話 我全力幫忙嘛 而不是在那邊酸說 欸 我就要給你錢了 你沒來領的 那是你家的事情 是什麼態度啊 這讓人家就會拿來比較說 你給其他人的協助是什麼 今天大家都不反對 協助當然有國家 我也贊成啦 第一個他是我們的聯邦嘛 第二個他們有疫情 也會可能會影響到我們 加上我們跟他長期之間 剛剛事件委員講得很好 我們有這些來台灣工作的 東南亞的人士啊 甚至有我們的配偶啊 對不對 我們去協助他們 大家共同應付這個疫情也很好啊 你看這張表裡面 這是疾管署的資料嘛 也給我們立法院啊 我國防疫生根隊 在107年11月下行 跟108年4月 就已經赴印尼的萬農市 跟第一線的防疫人員 共同進行登革任的防治食物工作 我們跟其他國家的防治食物工作 我們立法院在經費上面 我們都支持的耶 我們都支持的耶 我們有去分什麼藍綠嗎 沒有 所以對於國內的防疫工作 我們也希望不要分任何的地方 縣市藍綠 院長講話的態度都要一致 否則你今天對貪婪的疫情 院長你要不要同樣的話 來跟我們黃偉哲市長講 我急就好你啊 你自己來領啊 為什麼不來領呢 對不對 所以做一個院長的高度 實在不應該這樣的講話 我就不要談之前那個影片 那影片真是摟到爆了 沒有人用院長的規格 來這樣對付自己的縣市長 不管藍綠啦 誰當院長請你拿出你中華民國 行政院長的高度 因為全國都是你的人民 不分縣市 選舉有輸贏沒關係 你選輸你也幹了院長啦 有人跟你講怎麼樣嗎 算你兩句而已嘛 但是疫情不一樣 你做一個全國高度的院長 錢在你手上 錢在你手上 不要講幾千萬啦 105年的時候 馬英九也撥了9千萬給陳菊 馬英九去跟陳菊講說 我錢就好你啊 對不對 你要不要來理你家的事情 拖拖拉拉 理不到你家的事 不是這樣 所以要比比不完 防疫的工作 今年比前年去年更加的更加的重要 因為東南亞的疫情我們都知道 比之前嚴重 我剛剛本來想問前秋局長 就是說到底今年高雄 我們在講東南亞很嚴重 到底現況我們跟去年比 高雄有沒有比較嚴重 還是說還在相對的控制範圍內 我覺得在這過程 大家將心比心 而且公開透明 如果市政府人家的防疫工作 很認真在做 而且表現不錯 那你就給人家鼓勵肯定 不要去扯選舉 好嗎 好嗎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